辽宅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梦郎 白翁是河北人 他的大儿子白甲 在南方首次未官 二年没有阴信 正巧有为和他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丁某来拜访 白翁好好的款待他 丁某向来能浑油阴槽 谈话当中 白翁问他一些阴槽地府的事 丁某的回答荒诞虚幻 白翁微笑不信 过了几天 白翁正躺在床上 见丁某来找他同游 白翁跟着去了 进了一座城 没过多久 丁某手指一门说 这是您外甥的家 当时白翁姐姐的儿子在山西当县令 就惊讶地说 怎么会在这里 丁某说 如若不信可进去看看 白翁进去果然看到了外甥 穿着官服戴着官帽坐在堂上 直几打齐的士卒站在两旁 却无人上报 丁某把白翁拉出来 说 您公子的衙门离此不远 也愿去看看吗 白翁同意了 到了那里 丁某说 进去吧 往门里一看 有一只大狼站在道上 白翁吓得迈不开步 丁某又说 进去吧 又进了一道门 见堂上 堂下 坐着的 躺着的都是狼 又看台阶上堆满白骨 十分惊悚 丁某用身子掩护着白翁向前走 这时 白翁的儿子白甲正从里边出来 高兴地认出父亲和丁某 坐了一会儿 喊手下人去置办酒席 忽然一只大狼 嘴叼进来一个死人 白翁吓得站起来说 这是要干什么 白甲说 略供厨房使用 白翁急忙制止 吓得想起身告辞 但群狼挡住了道路 正在进退了难的时候 忽见群狼四散 有的窜到床下 有的伏在桌下 白翁不明缘由 一会儿 有两个穿金台甲的猛士横眉怒目地闯进来 拿出一条黑绳 把白甲捆起来 白甲又变成一尖牙虎 一个猛士拿出箭来要砍虎头 另一个猛士说 且慢且慢 明年四月才能杀他 不如先敲掉他的牙齿 于是拿出大锤敲虎的牙齿 牙齿一个个落在地上 老虎痛得大叫 声震山岳 白翁一觉惊醒 才只是一场梦 心里感到很奇怪 派人去叫丁某 丁某推辞不来 白翁派二儿子把梦中之事写成的信送给白甲 信中对他百般劝诫 二儿子到了白甲那里 看见哥哥瞒牙都掉了 惊骇地询问 原来醉酒落马 推算时间 正是父亲做梦的那天 老二更吓得给他看父亲的信 白甲独厚脸色大变 解释说 这只是恰巧罢了 不必大惊小怪 当时 白甲正因贿赂当权人物 首先被举荐升官 所以 不把怪梦放在心上 弟弟住了几天 看到满堂都是汉民的官吏牙役 行贿走后门的人 就连夜间也有 就流着泪劝诫哥哥改正 白甲说 弟弟每天住在草屋中 所以 不知仕途之事 决定升降的大权 在上司不在百姓 上司赞赏者才是好官 你光爱护百姓 有什么办法让上司喜欢你呢 弟弟知道劝也没有用 就回家了 到家把哥哥的情况告诉了父亲 白翁听后十分悲伤 却也帮不了忙 只有用自己的家产来救济贫民 每天向神明祷告 只求上天对逆子的报应 不连累老婆孩子 第二年 有人来报告 白甲因别人举荐当上吏部尚属 来贺喜的人迎门 白翁只是不停地叹息 趴在枕头上 甲脱有病 不出来见客 不久 听说白甲归徒欲强盗 主仆都死了 白翁才起身 对家里人说 鬼神的愤怒只报应在他一人身上 庇护我家的恩情深厚 于是 焚香表示感谢 前来安慰白翁的人 说这是误传 只有白翁深信不疑 定下日子为白甲准备墓葬 白甲的确还活着 原来 在四月间 白甲卸任赴京 刚离开陷阱 就遇到强盗 白甲把随身的财物都献了出来 群道说 我们来 是为一线的百姓报仇血恨的 绝不是为钱财 于是砍下他的头 又问跟随白甲的人 四大成是谁 原来 四大成是白甲的心腹 是个助纣为虐的人 随从们一起指出来 四大成亦被杀 还有四个坑害百姓的利益 是帮白甲搜刮钱财的帮手 和白甲一同进京 也被搜出来杀了 这时 才把白甲献出来的财物分装在袋中 飞驰而去 白甲的魂魄趴在路边 看见一个县官模样的人走过来 问道 何人被杀 在前面开路的人说 这是某县的白之县 县官说 他是白翁的儿子 别让老人见其惨状 应该把他的头接上 这时 就有一个人 拾起白甲的头放在他的脖子上 说 坏人脑袋不正 让头歪在肩上就行了 说完就走了 这样以后 白甲又复活了 他的妻子来收尸 看看还有一口气 运了回去 慢慢灌点水 也能喝下去 但只能寄居在旅店 而无钱回家 过了半年多 白翁才得知确切消息 派二儿子去见白甲 把他带回来 白甲私里逃生 捡回一命 但是 头歪在肩上 眼睛能看见自己的后背 已不被当人看待 白翁姐姐的儿子围观清廉 这年 被任命为御史 与白翁梦中看到的一样